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波斯人對上賽爾特爾人 這張地圖是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由希托對上Viper 那紅方是希托 希托是法國的四季帝國大將 他的四季帝國的分數已經超越了Viper了 也是非常高分喔 我記得快到2600分了吧 好像差一兩分而已 波斯這個文明喔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有常常講到 它是非常適合新手去練的一個文明 因為它基本上的TC運轉效率是很快的 那新手最需要練習的就是不斷穿 3TC運轉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練習 那你可以讓3TC完全不斷穿 不用讓它停運的話 那就代表你可以脫離新手的一個階段了 所以波斯是很適合去練習這個 3TC不斷穿的一個練習指標 因為它本身運轉速度很快的關係 所以你會更需要的 去把自己的農田顧好 大概要算幾片田才不會斷穿啊 或者是要幾個人伐木 木頭才夠用之類的 需要去一個精密的計算的 所以波斯這個文明喔 我還是蠻推薦大家去練一下這個文明的 那波斯稍微來講一下波斯好了 波斯的工兵是不需要 黃金喔就可以生產了 但是需要點一下銀貫科技 波斯工兵這個科技喔 那點完之後呢 工兵就不再需要黃金喔 但是木頭消耗量會變大喔 我記得是一隻工兵要40木的樣子喔 還是更多一點喔 我忘記了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遊俠可以打 有遊俠可以打 有品種也有跑速喔 然後還有這個駱駝可以打 你要想有遊俠又有駱駝 這就代表你在馬國的攻勢來說 你是有一個優勢在喔 因為法蘭克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駱駝 所以你跟他打遊俠的時候 你兩邊都可以打遊俠 或是你直接轉駱駝也可以 那再者喔 你還可以再轉這個級兵喔 級兵的三防也有滿 攻擊也是有滿的 所以波斯怎麼打 怎麼賺 而且波斯還可以打這個馬功喔 安息人戰術有 重裝馬功有 還有這個拇指環 火槍兵 都有 該有的都有 而且還有大弱嘛 呵呵 所以波斯整體而言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我覺得最扯的是喔 他還有這個大衝車 你知道大衝車在這個遊戲裡面 並不是這麼常見的 好 所以波斯是非常建議大家去練習的一個文明 好 然後來看一下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話 他的步兵喔 是全遊戲裡面跑最快的一個文明 糟糕的不會的那種 反而就跑很快喔 他的本身這個寶兵喔 這個那個叫什麼 他的寶兵叫這個 欸 叫松蘭武士啊 對 我們那個 世紀帝國征服者的遊戲教學喔 一開始玩的就是賽爾特人 但是他的松蘭武士喔 可以直接把他當成賽爾特人的騎兵來用就好了 而且造價便宜又跑得快喔 因為他本身騎兵雖然是有遊俠 但是沒有三防 而且也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又低 防禦又少 雖然有遊俠 但是就是很殘廢喔 要嘛就是不夠肉 養的不夠肥這個馬 不然就是這個技術不夠 防禦馬凱 有夠爛 所以建議喔 賽爾特人 還是打這個松蘭武士 就是當作騎兵男友就可以了 那松蘭武士 除了之外喔 他的特點喔 就是跑得快嘛 攻擊力又高 那 他除了打松蘭武士 還可以打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 裡面的工程器單位喔 因為松蘭武士 不是松蘭武士啊 賽爾特 賽爾特這個文明的喔 工程器攻擊速度 是會增加25%的攻擊速度 所以他在後期喔 工程器的巨頭 對值中喔 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你出3台 你出4台等於 等於4台的 等於5台的概念喔 4台等於5台 反正就是打得非常快喔 然後 還可以點下他的金罐喔 這個賽爾特狂熱 點完之後呢 工程器的血量 還會再加40% 我記得他的大沖車喔 快要到400滴血量的 390幾滴的樣子 點完之後 大沖車的血量非常誇張 在這邊圍一下 可以圍好 所以賽爾特人 算是 很適合 去打一個步兵加工程器的一個玩法 但他沒有火炮喔 跟這個 火槍 所以在後期喔 步兵對決可能會有點比較吃力喔 好 那 賽爾特人 而且他伐木還很快喔 所以出工程器也是 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一點 所以他伐木快喔 前期可以考慮喔 多種點甜 或者是 早點上這個 直層喔 打這個生頭戰術 那賽爾特人的生頭戰術 又是特別強勢的 那 天空熊還說 賽爾特人的 生頭是他的專屬打法 確實喔 他的 這招 他打起來是特別強 強到也不能再強的那種 他還是可以破解啦 然後我看過最多人破解 賽爾特的生頭方式喔 因為通常他出 生鋁跟駝死車 還有奴炮嘛 那還會搭配騎士喔 我看過最好的解法就是 出大量的長槍兵喔 直接A過去 用閃陣喔 然後兩邊包夾 直接把他工程器全部包起來打 然後 生鋁也是用長槍兵把它戳爆 我就搞定了 一個黃金都不用好 算是蠻特別的打法 那大家下次遇到生頭戰術 可以考慮用這個 大量長槍兵喔 直接淹過去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如果賽爾特人出的是 出的是這個 長槍兵加生頭的方式的話 可能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怎麼打比較好 所以你可能跟他換不太遠 如果可以的話 遇到這種方式 最好是用這個 生鋁喔 等一下這個救贖思想喔 可以招搶敵方工程器的一個科技喔 去做對抗會更好一點 好 那POSE這邊決定要前線射箭場 前線射箭場這邊公 村民可能要趕快跑了 但是嘉莉這邊棒棒跟刺 還在騷擾 到了西多這邊的伐木工 欸這個要爆囉 有點危險 哇這邊還直接上裝甲 三隻步兵 直接上裝甲 但POSE這邊也想送裝甲步兵 但裝甲步兵只有兩隻而已 那要考慮一下不要上 這邊如果硬上的話 可能會有點損失產狀 好那這邊工兵一出來的話 POSE的村民就大難領頭了 好長槍兵再追逐 好長槍兵再追逐 這邊裝甲步兵回頭一砍 肉馬這邊戳死 哇尷尬 雖然長槍兵也倒了 但死一隻肉馬是更虧的 好那這邊前線補下射箭場 要來反思對手的一個工兵喔 好這邊稍微圍一下 直接圍過去 好這邊反而是想要爆架 哇靠這什麼 What the 他居然可以從這裡蓋一個 城牆然後 從這裡蓋過去 我真的是傻住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Viper嗎 雖然他現在好像已經不是了 他在紅牛變已經弱敗了 Viper可能最近在練四代的關係 因為他四代二代都打比賽 所以可能練習的比賽太多了 雖然我是個人蠻支持他打四代的 因為畢竟CD我二 這個獎詞喔 就是這麼一點點 能拿到的一個獎勵喔 比較少 但二代好玩歸好玩 但是就是這個賽事的獎品喔 金額真的太少了 沒有夠多的贊助商 所以大家的支持喔 就顯微特別重要 那四代就一直在大傻幣喔 一直在花錢 花錢砸比賽 然後一直吸引人家來玩 那Trace喔 最近他 雖然過了一年之後 開始有人潮慢慢回鍋了 那賽事這個金喔 可以幫助這些職業玩家們 可以更好地成長 所以我個人喔 有些人會反對BIPER去打四代喔 但我個人是蠻支持他打四代的 雖然我自己還是很喜歡二代 但... 畢竟... 電競選手也是人喔 也是需要錢生活的 也是需要一個發展在的 所以BIPER這邊二代雖然已經落敗了 但四代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我覺得這是過渡期啦 我當初去玩四代的時候也是這樣子的 很常會有這個二代的習慣 所以一直會把四代打不太好 也只打到世界前兩百名而已 並沒有太高名 所以... 這個練習方式 我能... 我能滿體會BIPER的現在的困境喔 就是... 他該有的打法 二代跟四代 這個調整來說 是需要蠻大的一個轉變的 好 看一下這邊木頭 看來木區要被騷擾了 這邊四隻狗兵直接走過來 後面跟不上 欸 這邊可能要再圍一下 這邊再不為了可能會直接射進來 喂喂喂喂喂 哇 直接被打掉 完蛋要死一村了 這個絕對爆炸 哇 一村倒地 那家裡的這些裝甲步兵喔 看起來也是被POSE解掉了 封兵 前面這一波再騷擾邊分兩隊 好沒有 裝甲步兵沒有送掉 我回來不好意思 想玩應該是走回來了 他應該是沒送 因為這裡裝甲步兵不是之後產 好 這邊兩個雙射箭槽 MIPER這樣打蠻特別的 因為其實賽爾特人的 工兵是非常爛到炸裂的那種 他的絕色好劍 二級射 工兵護甲 只有兩劍 所以他到後期喔 城堡時代可能還可以 到地龍時代就完全不行了 到地龍時代一定要打這個 工程器喔 當作他的工程 遠程部隊來使用 不然賽爾特人會越打越劣勢喔 好賽爾特人這邊MIPER點下了這個亮光技術喔 看來他對自己的防守需要一點點的加持喔 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視野並沒有很好 點下這個亮光技術的話可以即時的反應喔 對手出現在地圖上的一個克制喔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蠻細節的 因為基本上一般玩家不會去點這個亮光技術 可能增加視野來說 大家可能覺得沒什麼太大差異喔 但我覺得對於高端玩家來說 這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要第一時間能掌握出敵方的行動 就可以更好做出判斷跟防守 可以應對喔 但是很多玩家看到 敵人喔 從黑暗地區突然跑出來 就是突然不知所措 好像我就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就會非常害怕 欸!剛剛怎麼突然衝出來了 這種感覺 大家對於高手來說 他們的這個視野的控制喔 就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好那這邊長槍兵沒有出 這邊是裝甲步兵加工兵毛兵組合 但是這邊被包夾有點尷尬 前面這邊用大量的一個 步兵單位在這邊防守 喔這邊毛兵越按越多欸 兩邊打一個超級大封箭時代 好 刺猴上來硬砍嗎 不行不行 這邊被射一下工兵還是有點痛 裝甲步兵直接上來硬尻 但是這邊有高地的一個加成 所以步兵會打得贏 然後工兵在上面繼續射弓箭手 哇很賺 MIPER這一波 比少極多 成功了打贏這一波的封箭戰爭 可以再收掉一隻弓箭手嗎 哇 MIPER這邊贏很大 這邊贏了之外 這邊還把這一坨弓 毛兵直接搬回家了 兩邊的一個兵力非常的龐大 MIPER是ALL IN在爆兵的 沒有在停兵的 而且MIPER這邊還點下這個 一級的步兵的防禦 所以剛剛這邊打贏 也是這個加持的關係 高打低除外 步兵還有加易防 所以這些毛兵跟工兵 對裝甲步兵沒有造成非常大量的傷害 所以順勢了 打贏第一場的正面衝突 好但是對手 波勒士這邊出了非常多的毛兵 應該是要全部吃掉了 好直接往前硬點 哇這邊取消攻擊 尷尬了 好這邊直接上來硬點工兵 工兵看來是不跑了 毛兵直接硬戳 應該可以再收掉一隻 再來一頭 沒頭到 好來看看正面 正面裝甲步兵數量非常多 只會有五隻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可以直接拆掉這邊 劍塔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這邊瞬間被吸脫圍了起來 哇吸脫波勢這邊圍得很快 好這邊趕快木槍 再打一下 就可以去直接硬拆掉這邊 瞭望塔 直接吃瞭望塔的射程 VIP直接硬拆 哇又炸了一村 好這邊村民可能被燒的有點慘 雖然直接一吃箭矢傷害 但是可以藉由走位的關係 可以少吃一點箭矢 好那後面有更多的毛兵 直接過來硬拆 這邊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直接硬砍這邊的毛兵 直接互相傷害 兩邊都損失非常慘重 雖然裝甲步兵傷害很高 毛兵也是一直倒地 但是這個箭塔 輸出的傷害實在太多了 VIP這邊損失慘重 本來優勢 變成有點稍微的劣勢 戰況有點慘 這裡也沒空好 沒有拉走 哇全部送光了 好後面這一波 裝甲步兵搭配毛兵 直接開箭硬拆 好這時候VIP已經點下了城堡 到時代升級喔 欸這邊本來是這樣 是怎樣想要前置BK是不是 還是不小心拉到的 好 哇這一波封建大戰喔 看的很精彩啊 VIP最近操作也是拉好拉滿 裝甲步兵非常大量 那順帶一提喔 裝甲步兵這個單位 是可以對建築物造成 額外傷害的 所以看起來裝甲步兵攻擊力很低 事實上他打這個建築物喔 差的速度非常快 好那這邊過來防守毛兵 搭配兩隻弓兵喔 所以並不會造成非常大量的傷害 好這邊是打算要先拆掉 這邊的射箭場嗎 沒有拆掉 光兵過來騷擾 西多拉村 好那對手退 就回來繼續拆 欸 左龍卻王步兵還在升啊 哇你看這個速度喔 用速度真的蠻快的 跟一般步兵看起來就是完全不同 哇欸怎麼還在按啊 這個裝甲步兵當騎士在用是不是 哇靠直接升常見兵 夠狠 哇連縱毀也點 步兵科技全部all in 好再搭配工程器 太絕了 好這邊沒意外是出投石車喔 不然出衝車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衝車的話要小心一點 對方的一個投石車跟騎士 好裝甲步兵直接硬吃毛兵 傷害很高 但全部殘血 OK升到常見兵了 這攻募防也好了 總共是1加2 1加2的一個能量 血量60滴血 好工兵騷擾被毛兵要被追著打 只能先後撤 後面還有一隊小隊喔 這個工兵在後面探圖 順便找遺跡的位置 沒有找到一個遺跡 好 奴炮出來了 奴炮可以有效克制 對方的一個工兵單位 但是目前波斯並沒有出更多的工兵 而是開始轉出騎兵 騎兵的數量越來越多隻喔 但是後面這邊常見兵 沒有目標可以打 想要繞到後面 砍後面木槍的樣子 或是直接燒到後方經濟 所以正面並沒有太多的防守 可能要稍微退一點 好奴炮過來直接發射 哇串燒 哇你看攻速超壞 直接射兩發出來 好但是這邊也直接串燒 這邊的騎兵 騎兵被串燒了一下 不太舒服 現在有點怒火 中燒 硬砍這邊的 砲炮 好但是騎士喔 傷害還是蠻高的 可以硬吃中甲步兵 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後面喔 大量的一個常見兵 直接騷擾到了西托家裡 西托要繼續往前嗎 再往前的話 可能壓力會很大 家裡可能會頂不太住 但是只能說到TC下 大量的村民在TC下射射發抖 但正面上騎兵數量壓制非常強勢 奴炮直接過來射穿 哇射掉了蠻多的毛病 炸一發 差點又射掉一隻 但是這邊騎士喔 砍到VIPER的村民 在VIPER這邊損失殘重 但是正面裝甲步兵直接砍得起來 但是村民還是在這邊 沒辦法回去 做採集資源的動作 很慘 但是VIPER家裡喔 也是被砍了一大波 大堆村民直接收村 正面的一個騎士 直接硬砍了上來 兩邊在互相傷害 怎麼辦 VIPER家裡爆炸 但是快要被守住了西托利用工兵的一個拉打 加上騎士還有僧侶的一個招翔 擋住了這一波長劍變進攻 但是家裡VIPER 剛剛被砍了有點多村喔 九村 村民宿稍微落後一點點 現在是五十七村打五十四村 好那這一波兩邊都守住了 哇這兩波交戰喔 打得有點精彩 好那VIPER這邊可能趕快去點一下這個 採礦營地去挖石頭 他可能以為那個是他的主持 啊這樣才發現 有啊他這時候他也知道 這時候該挖石頭 好那這邊 西托比較晚 改一下TC 但VIPER已經3TC在運轉 但這邊西托有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算是有打回了一點經濟 但正面來說 VIPER還算是點劣勢的 因為他的BK在前方 那這邊會再少兩百目 再補下自己的BK的話 經濟還是會傷到一點點 那還好後面有主金 有個副金在後面喔 可以好好地挖 主金這邊喔 可能要趕快再蓋一個城堡在前方這裡喔 或是這個位置喔 我覺得蓋這個位置還不錯 這個位置插下去喔 可以守主金跟一些農田 但是缺點就是喔 對方可能會這邊插一個高地堡 然後這邊巨頭硬材 然後他可以鎖一塊石頭 所以這個城堡插的位置 對VIPER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直接找搶一隻奴炮輸出 後面蓋更多的一個軍營 長龍劍兵直接硬砍 直接吃箭矢傷害 出長槍兵了 重裝長槍兵終於升級好 這邊稍微防一下 這邊收村 勝率抽減遺跡 現在叫聖物 抽減聖物 生物撿起來 直接硬打 長槍兵跟這個騎士尻起來 等正面的東西發了沒有了 最後決定要正面強攻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雙TC 對方是3TC 抽減速可能會越拉越開 算是1分數還是領先900分 其實還是覺得自己有點優勢在了 那優勢就要擴大 擴大優勢就要用工程器 邏輯正確 哇地的騎士很多喔 還可以靠這個森鋁喔 再補一下血量 殘血的騎士趕快拖回來 讓這邊森鋁再補一下 哇聖女這邊打得非常強勢喔 好 但是vip的聖女的數量慢慢狗了起來 有4隻 但是西托一直在爆騎士 22隻騎士 毀天滅地 要來初級了 偷死車 好 不出偷死車 直接衝車 好 這裡直接要衝進來了嗎 聖女直接4隻招翔 長槍兵直接硬頂 村民收村 村民的數量滿大的 但是這邊勝率只收了1隻進去 還有2隻在外面 這隻沒收到 完蛋 正面衝突 看起來西托這波沒有打進去 還被擋住了 哇 vip這邊守得非常好 哇 是我剛剛那波進來 我就直接倒了 vip的終究就是vip啊 我真的看傻眼了 好強喔 這是高手 正面對決 太扯了太扯了 互相傷害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賽爾特人 不能去出來 硬炸衝車 那出衝車的話 問題就是這樣走 遇到陀石車你就給 你就得退了 你連跟對方秀陀石車的機會都沒有 好 大量長槍兵 但長槍兵滿怕毛兵的 還有奴炮 還沒有玩笑 數量一多 都能搞定 而且賽爾特人的步兵喔 跑得特別快 好 有了路白50石頭 那這一根城堡要插在哪裡呢 好 MIP還在持續按自己長槍兵 其實數量很多 誒 城堡就蓋在這個位子啊 直接去鎖野金 然後上高地鎖 誒有想法耶 先確保好黃金的位子 賓斯里的下面這個黃金有點難挖 有黃金 MIP就有希望了 我一直以為他會 插這個位子 直接硬插 然後防守主金 然後跟農田TC的位子 那這邊插這裡有風險 這是頭車 哇靠這頭車直接砸兩台 爐炮 好 正面直接硬戳上來嗎 海超撤退了 騎士直接硬彈 還要再一刀可能來不及 砍掉了 然後再滴掉完美 MIP拆掉頭車之後 馬上滴掉騎士 這個操作非常完美 然後大量的長槍兵 直接過來直接硬戳 前面要壓一個寶 能壓得住嗎 有點困難 五隻勝利在後面開奶 騎士 騎士起量被拉了起來 地面有損失非常多 但是長槍兵雖然還是很多 後面長槍兵再補了過來 還有一些騎士 騎士直接被招搶走 但騎士直接後來坑 砍騎士 正面的長槍兵 直接戳掉了正面的坡斯 騎兵 騎兵直接瞬間倒地 勝利於全速 被MIP的後面的騎士包夾起來 全部倒地 哇 MIP我的超人 我的天 這樣你都打得贏 吸托到這邊 損失慘重 這一波敗潰之後 城堡也蓋不起來 直接變倒特堡 前線的軍事單位只能遺棄 防槍兵過來 直接硬戳掉 外面的野獅也被MIP控住 MIP的攻勢 越來越誇張了 他的防守 終究還是很扯 MIP他會搶 都是這種 反手反 防守反擊的打法 那我個人的打法 也是偏向像MIP這樣子 就是開農然後防守 然後硬吃你的強攻 但通常每次遇到這種強攻 大概二三十幾十騎士的時候 我就打不贏了 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打 但MIP總是能解掉 這就是 我跟直接選手的差距吧 他都知道要該怎麼守 當然我也知道要出場槍兵 但是我的經濟就是 爆不出來這麼多場槍兵 然後送禮上一些細節 像剛剛那個騎士 硬砍後方的勝率 還有解脫子車 低騎士 這些細節操作 每次打到後面都有點 控不太過來 這個碗的東西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好MIP這邊率先上到帝王時代 吸托這邊 也可以上帝王時代 但是這邊T4 可能反而再補一下 不然這邊村民可能會拉得不夠快 雖然村民還是有有有力先的 哇2TC贏3TC 好MIP這邊村民有點斷掉的感覺 喔沒有斷掉 有一個在造這個帝王時代 看出了 好 啊我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擋不住了 因為MIP這邊是有斷村喔 然後去點這個長槍兵出來 直接應手正面 但是我的習慣就是3TC喔 就算敵人打到正面來 我還是會繼續按這個村民 所以導致我前面部隊 永遠守不住 每次打進來我就直接爆炸 好 然後大梁九隻騎士直接上了 硬砍黃金 這邊村民應該是不妙了 這邊長兵在追 哇 這邊村民又被殺了很多 騎士過來直接砍進去 VIP經濟有點慘 村民一直沒有到100村 村民被拉得越來越開 現在差距24村左右 但VIP這邊已經上帝王時代 板架也暗了 這個城堡果然還是要蓋這裡 蓋這個高地堡 可以守這個石頭 好長槍兵直接到TC底下 一起做協防動作 好這邊騎士過來 那VIP應該是有看到 因為這隻長槍兵剛一直在追 好這邊騎士陰場站高地 但是這邊已經變雙手劍兵了 雙手劍兵傷害很高 但是血量有點少 數量不夠多 直接被吃光 正面三級板甲也要點跑了 級兵也要升級 劍勇正在蓄勢待發 長槍兵還在戳 看這邊長槍兵數量不夠 可能還在補一下 好變成大級兵了 家裡用少量的級兵在防守 正面用步兵直接長驅而入 直接開拆這些村民 好這邊要被攔截了 直接戳光 哇四隻級兵 輕鬆解掉騎士 這邊大量步兵直接過來 但是騎士有點猶豫要不要上前 要點出Force攻兵來解這邊的步兵嗎 還是要直接出火槍兵呢 這邊出火槍對波斯來說是最佳級 但火槍需要大量弱哥黃金 但波斯確實這個經濟是可以的 還是他想要存黃金去點遊俠呢 好白河開始掌握住地圖的一個動向 敵方的一個騷擾也開始守住了 那這邊喔 開始把這個城堡慢慢往外蓋了 沒有大量的一個充手線兵和級兵直接一拆 西托這邊還在等待化學的好 化學藝好之後 這邊直接重裝就上了 三級防還沒有好耶 但是這邊有高地優勢的關係 直接硬吃看起來是吃光了 哇嗚 這邊騎兵非常的厲害 硬吃居然吃掉了 好三級馬鎧好了 打完之後馬鎧也好了 可是我就想要等這個三級馬鎧好 但是高手們的判斷 這邊能打能打贏就是會上 好那這邊城堡一環應該會蓋下去 就挺投司機 三級弓也在研發 復兵給的壓力很大 三級伐木也在點 西托還是要把自己的伐木技術 經濟技術還是把它弄一弄 好騎士往上趟 看可不可以打到點東西 但這個也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VIPER的黃金量很多 因為這邊有點攻擊的關係 所以雙手劍兵的食物黃金量 需求量是比較少 但是火槍兵一出來之後 很有可能會被甩光 火槍兵打步兵有額外傷害 這步兵死的速度非常快 只要一隻甩槍的話問題不大 問題是要怎麼守住這個正面呢 好大量的一個騎士 直接長驅而入這邊 VIPER家裡已經準備好 集兵在等你了 你過來我就捅你 直接包夾 哎呀 只能撤退 哇騷喔 不成 然後正面 又有點慘 直接被印出村民 但是火槍兵防守的防禦效果非常好 直接守住了家裡 但是下面雙手劍兵砍了非常多的村民 看到收穿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城堡的傷害很高 直接可以印出步兵 沒什麼太大問題 VIPER這邊要使出大衝車硬撞了 之前我們的危機影片 危機大衝車加上步兵 這邊是VIPER要使用賽特人步兵 加上大衝車硬頂 吸托的陣地了 吸托這邊打出火槍兵 大量火槍兵二十幾隻了 越來越多 並沒有點下遊俠的升級 好第二隊急兵從上面直接往後走 開下更多的TC出來 好這邊來蓋TC想要來挖這個野精 看起來被抓包的樣子 但怎麼抓包我不知道 這就是第六感啊 他這個意識喔 有意識到對方要去挖黃金喔 好這邊臭命可能被抓掉了 但是這邊急兵直接硬撞 這邊臭命臭命死得非常速非常快 用陣攻兵 攻擊是十攻的急兵 好戳村民也是戳處有名 但是後面的火槍兵一個閃陣 直接射掉這些步兵陣 OK步兵繼續開射 繼續砰 砰砰砰砰砰 這時候滅VIPER的急兵也繞到後方 開始在戳村民 這邊也戳了一波 吸托的村民術還是有在減少趨勢 但是這邊騎士也是一直在燒喔 好終究這個黃金也是要被開了起來 但是VIPER 劍兵勇士 準備要登場了 而且這邊是4BK 要來出衝車喔 4BK衝車 很猛啊 哇裡面直接 直接藏起來 連給對手看都不看 哇這可能會秒殺欸 但是火炮已經出來了喔 波斯的優勢就是有火槍有火炮 有遊俠有駱駝 也有這個免費的波斯弓兵喔 不用黃金 波斯就是這麼的強大 火炮直接硬踢地板沒踢到 火槍兵在後面 火槍兵要硬吃傷 要直接硬吃火槍傷害了 哇靖勇倒的很快 直接倒光 這邊沒有點松藍武士 所以跑速非常慢 但是劍勇非常便宜 而且又跑得很快 好這邊硬吃嗎 哇火槍很多 37隻火槍 好大量衝車 請朝而出 神寶能修得回來嗎 大衝車 開始推進 但是右下角 這件清奇兵要回救嗎 還是硬砍呢 好 那大衝車吸引到了 非常多火槍兵的傷害 靖勇躲在這些衝車裡面 直接往上砍了下去 開始在砍這些火槍兵 火槍兵非常多 當然是劍勇也很多 靖勇這邊在開始砍村民 村民直接上來硬拷衝車 但衝車的水量太多了 一台衝車的血量總共有378滴 哇血量快高達400滴的血量 但是火槍兵如果要射這個劍勇的話 要自己手動控 不然會自動射到這個衝車上 衝車直接長驅直入 萊克這邊爆了非常大量的步兵 衝車雖然沒有繼續按了 但是這邊衝車的數量很多 非常難搞 劍勇繼續持續輸出 想要來解掉這邊的火炮 可以嗎 再來一刀 再一刀 哎呀擋住 很可惜啊 但是衝車又開得過來 但是衝車又開得過來 火槍兵還在打衝車 後面劍勇已經砍爛了一堆肉 反正衝車的攻勢無法抵抗 這個就是一波流 衝車大衝擊 上面的一個劍勇也在偷偷 好衝車一再撞 劍勇 劍勇還繼續砍嗎 數量還是很多 火槍變有27隻 好衝車開始一直往下頂 頂住了一條城堡 但是後面還有火炮 怎麼辦呢 上面也被劍勇砍 松蘭武士也出來錯了鬧了 雖然不是精銳了 但效果還是很好 OK 那工程工程師也點好了 這工程工程師點下之後 這個衝車的範圍傷害 會更痛 火槍兵還在收出衝車 吸引到了非常多的一個傷害 衝車擋火槍兵就是這麼好用 但是劍勇數量明明很多 但是卻不在正面 在哪裡呢 下面聚集起來 但是對手吸托 受不了打出了GG 這一波衝刺 對吸托來說實在是太傷了 這個大衝車真的很難擋 我問你不是用那種 對方你自己也出劍勇的情況下 是不太好解的 你只出肉馬來解的話 解的速度會很慢 而且攻擊力還沒有滿 而且肉量又需要很高 所以最好還是自己也出劍勇 跟對方對卡 但這種情況下他也不可能出劍勇 我覺得可以考慮出戰象 直接去硬頂 攻城戰象直接是用波斯戰象出來頂 會更好一點 可是吸托可能被打個措手不及 可是沒有想到可以出波斯戰象出來 來應急一下 畢竟他大象也是吃馬鎧的 那大象本身積傷也很高 攻速也快 那衝車也跑很慢 所以我覺得沒有出到波斯大象來防守 稍微有點可惜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部分 經濟應該是Viper贏很多 那似乎是贏一些黃金有贏1000多 結果只有獅頭也比較明顯 但其他的資源量是其實差不多的 那Viper前期由於有斷存 就為了要扛出吸托的前期壓制 所以經濟上並沒有大幅領先太多 但是宜姬有達到4個宜姬 2000多黃金的一個優勢 所以黃金量來說 確實可以讓Viper爆出這麼多的衝車 跟這個劍勇出來硬砍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